好,我們在前面的討論裡面呢 是先看到了 這個 由於磁通量的變化,產生了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呢,在導線當中就產生了電流 接著呢,我們要看這個 感應的 電流呢 它本身的能量 跟我們的磁通量 磁的能量 這方面,他們之間的關係 OK 好 我們在這邊看到一個 矩形的回圈 這個矩形的回圈 首先呢 先把它放在這個 磁場當中 它有一部分在磁場的外圍 一部分在磁場的裡頭 磁場的方向是 就是 往下 所以是 從上往下 穿過 這個 線圈 這個回圈 電路的回圈 好 接著呢 我們來考慮說 如果 我用一個外力 撕在這個 迴圈上面 向右邊來撕力 這個力量呢 使得這個 迴圈產生了一個 等速度運動 假設它的速度是V 那麼 由於這個運動 造成 這個磁通量 在減少 因為 這個 整個 面積會越來越少 整個 整個這個回圈 往右邊運動的時候 面積越來越小 因而呢 磁通量會減少 磁通量減少 當然會產生一個電流 我們知道 因為 磁場是往裡頭的方向 所以 當 這個回圈往右邊走的時候 磁通量在減少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這個感應電流呢 應該要 減少 這個 要 要阻止 磁通量變少 這件趨勢 所以它會 產生一個感應電流來 補充 磁通量 的損失 所以它會產生這個方向的 電流 產生這個方向的磁場 往裡頭的磁場 這樣的話就能夠補充 這個 磁通量的減少 因而我們知道 當 我們施以外力 把這個回圈往這邊拉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方向流動的磁場 這個我們知道了 那接著呢 我們來 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 磁通量的變化 跟產生電流之間的關係 我們如果假設 整個這個回圈 畢竟是金屬做的 它有 有 有電阻存在 所以假設整個回圈的等效電阻 用一個R來表示 就像一個回路當中的一個 R的電阻 在這個地方 這是整個回路 因為有電流 感應的電流 這樣流動 所以有個回路這樣電流流動 那麼因為這個 發達T定律所造成的感應電動式 相當於有一個電池一樣 產生一個電流 這個感應電動式造成的電流 所以我們有幾個 考慮 我們有電阻 感應電動式與電流 這三者之間 應該有一個關係要滿足 那當然就是回路定理 對不對 所以感應電動式的這個 Epsilon呢 當然會等於 I乘上R 感應出來的電流 跟R之間的關係 好 這是一個 電流電阻 跟感應電動式之間的關係 當然這個感應電動式 就是 負的 D的 5BDT 來的 那5B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 磁場乘上這個面積 而這個面積是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乘上 這個 高度 那麼 題目告訴我們說 這個 這個之間的 距離是L 所以是 L乘上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X 我們已經定好 這個叫X的話 所以在某一個時刻 如果這個 在 磁場中的這個長度 如果是X的話 乘上L就是面積 再乘上B 當然就是我們的 磁通量 所以Phi B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對時間為分的話 這個對時間為分 那L跟B 都是 常數 所以為分的時候 就是DXDT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DXDT 其實就是這個速度 對不對 所以這邊又可以寫成 VLB 好 那當然我們現在考慮的是大小 所以 VLB VLB 應該就等於 I乘上R 這個就是 I乘上R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一個 很基本的關係 電流可以從這個式子得到 假如 我們的外力 產生了一個 等速度運動 V 把這個等速度 V乘上L乘B 再除上 電阻的大小 就是在這個導線當中 流動的電流 的大小 好 那麼這個電流 持續的流動的話 如果這個速度 保持不變的話 電流就是 一個常 常態電流 一個固定的電流 恆定的電流 因為所有量都變成是定值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 這個常速的電流 在這裡頭流動的時候 又有個電阻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熱 這個焦耳熱的消耗 也就是 I平方R的消耗 這個是電阻的消耗的電功率 這是熱消耗的部分 所以這是 Power 是 Resistance 消耗掉的電能的Power I平方R 這個I平方R 根據 這個能量守衡 我們知道 當 這個電流這樣流動 會造成 這個能量轉變為熱 那這個 當然要來自於一個 外來的一個 能量的供應 現在對於整個系統 外來的能量供應者 當然就是這個 手所做的外力所做的供 外力所做的供 這個部分 我們又可以把它 決定出來 這個外力所做的供 F 所做的供 就是 F 的大小 應該如何決定 因為現在 整個這個 問題 是 有一個固定的電流 在這個方向流 還有這個方向流 這個方向流 這個方向流 這個方向流的電流 會產生一個 這個方向的力量 OK 會有這樣的力量 而 這個方向流動的電流 然後呢 就產生一個 這個方向 跟 B 所以是產生 B是往裡面 所以是這個方向 所以產生 F2是往這個方向 所以 如這個力量所顯示的 我們有這個力量 往外拉 這個力量往外拉 還有這個力量 往左邊拉 所以 為了要讓這些力量得到平衡的話 這樣才能夠維持等速度運動 這個外力 勢必要 F1的力量往右邊拉 才能夠得到平衡 那F1這個力量的大小 當然就是 I乘上 這個長度L 再乘上B 這就是 呃 電流在磁場中所受的力量 ILB 所以我們的F呢 應該就是ILB ILB 乘上這個 東西 運動的速度V 就是功率 P等於F乘V 也就是 ILB乘上V 就是外力所做的功的功率 這個功率呢 跟 電阻消耗的功率 應該要取得平衡 這兩個 應該要相等 這兩個如果要相等的話 當然就會定出的一個條件 就是 I平方R 要等於 ILB的V OK 那這個條件呢 我們知道 在我們剛剛所寫下來的公式裡面 已經 證實了 我們的電流是這個公式 帶到這裡面 這兩邊的I先消掉一次 這個 這個IR就是VLB VLB 所以果然是滿足的 所以 我們得出這個電流的這個公式 就預言了 外力所做的功 的功率 跟電阻消耗熱 消耗到電能 轉變為熱的這個功率是相等的 所以能量守恒是被滿足的 OK 所以所有這些討論呢 全部都是在這些公式裡面展現出來 好 我們看到這個圖片裡面 這是一個MRI的機器 有一個病人呢 正送進這個MRI的機器裡面做 核磁共振掃描 好 我們知道呢 在核磁共振掃描儀裡頭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設施 就是很大的磁場 這個很大的磁場呢 主要目的是要把原子核當中的 很微弱的磁舉 把它排列整齊了 然後呢 就可以藉由這個排列整齊的磁舉 受到一些無線電波的 這個激發 對無線電波的吸收的情況 來判斷 它的組織的這些影像 來作為診療上的判斷 所以我們知道 在這個儀器當中 有很強的磁場 很強的磁場呢 如果遇到了一個迴路 那麼就會產生很大的電流 因為這感應電動勢非常的大 那麼 我們的這個 通常呢 我們在把病人送進這個 核磁共振儀儀當中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電線 這些電線主要是在監測的這個 病人的維生裝置 那這個電線如果跟人的手臂接觸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迴路 那這樣的話就會產生一個 很危險的情況 就是在這個迴路當中 產生的很強的感應電流 這感應電流強到一個程度 可能把這個人的手臂都燒掉了 所以 在醫療上的 這個 運用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 避免形成 一個迴路的現象 所以這個Cable 這個 纜線 一定要遠離這個手臂 所以這個是 MI 這個Scan裡頭非常重要的一個安全注意 而其中 用到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法拉第定律 電磁感應定律 好 接著呢 我們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渦電流 Eddy Current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關於一個導線 受到一個磁鐵的相對運動的時候 會在這個導線當中產生感應電流 而感應電流產生的這個目的呢 都在對磁通量的改變加以抵抗 那麼 如果呢 我們在一個有磁鐵相對運動 或有一個磁場在變化 像這個用開關來製造變化的這種 情況下呢 如果不是一個迴路 而是一個金屬 金屬板 比如說像這個圖裡面 這個磁鐵向一個金屬板靠近 這個過程當中呢 金屬板當中 相當於有許多許多的這個電線 任何一個 用手畫出來的一條線 就是一條迴路 所以這些迴路裡頭呢 也一樣會產生電流 來抵抗磁通量的增加 而當然 流動的方向 這些電流 因為會形成一個同心圓狀的情況 所以它 產生的電流呢 就是 也是一樣要抵抗這個磁通量的增加 這是 就是這樣的電流呢 當然就叫做窩電流 像 像窩流一樣 好 那麼 如果我們的磁鐵呢 不是垂直往下 像這個金屬片 相對運動的話 而是像這樣子 在這個金屬片上面 這樣子 挪動的話 我們也知道 一樣的這個磁通量 從這邊本來是比較少 然後這個磁鐵往這邊靠著的時候 磁通量要增加 所以要抵抗這個磁場的改變的時候 會想 會產生像這樣子一個構造的窩電流 好 那麼 像 右邊這個圖呢 我們看見 如果 一個金屬片 在一個磁場當中運動 當然 如果 整個這個金屬都在磁場當中的話呢 那麼當然是不會 有這個電流產生 但是如果 一當這個金屬片 運動到 有外部跟內部的一個區別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了這個窩電流 這個都是 相類似的效應 我們還可以看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這個圖片也是一樣 也是在解釋窩電流 這個也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金屬板 有部分的區域還是在磁場中 但有一部分已經在磁場外面 當它在這邊相對運動的時候 當然在這個邊界處呢 就會有窩電流產生了 又比如說像這個圖裡面 這個金屬片本來在做一個 簡單的減斜震盪 在這邊做一個單白的運動 如果在它運動的途徑上會經過磁場的話 當然這個 金屬片在這個磁場中 運動的時候也會產生一個窩電流 在這個金屬板上面產生了窩電流 而這些窩電流呢 最終呢都會以一個熱的形式消耗掉 因為金屬片本身有電阻 所以最後呢 這個本來在這個減斜震盪當中的運動的能量 最終呢都會因為熱能 而使得這個減斜震盪慢慢慢慢就停下來了 所以相對而言 如果這個金屬片是一個玻璃的話 玻璃不會有這個法拉第效應的話 那麼這個震盪就不受磁場的影響 可以維持住它 只要沒有摩擦的話 它會一直維持住它的減斜震盪 但是對於一個金屬片而言的話 很快的會因為這個窩電流的產生 而消耗掉它原本的力學能 很快它就要停下來了 OK 好這是一個窩電流 這也就是被利用來作為一個 煞車的一個設計 好 接著呢我們來看下面這兩個圖片 這邊呢有一個磁鐵 放在一個金屬盤上面 如果我們把金屬盤讓它旋轉的話 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 這個磁鐵呢 將會浮在這個金屬盤上面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金屬盤 在旋轉的時候呢 會引起這個窩電流 窩電流 這窩電流的方向呢 總是要跟這個磁鐵相排斥的 所以這個磁鐵呢 一方面被拖著 一方面也被排斥浮起來 OK 另外呢 在這裡我們看見 有一個螺線管 螺線管的裡面放了一個磁鐵 磁鐵的目的當然就是讓螺線管的磁場呢 更強化 螺線管因為電流而產生了磁場 並且呢在這個 鐵鑲鑲的上頭套了一個金屬環 這金屬環呢 沒有磁性 所以它不會受到這個磁鐵的吸引 好 那麼 當我們 迅速改變這裡的電流的時候 比如說 我瞬間 加高這邊的電流 產生這個方向旋轉的電流 比如說 我產生一個這個方向 流動的電流 這樣的電流產生這個方向的磁場 往上的磁場 這往上的磁場 要穿過這個 金屬線圈的時候呢 金屬線圈產生一個反向的電流 來抵抗這個磁場 因為它產生的電流是這個方向 磁場是往下的 往下的磁場跟 往上的磁場之間的排斥呢 這個力量瞬間 因為這個電流瞬間變化 產生的這個感應電流也非常的大 而這邊瞬間增加 所以這邊磁場也突然變大 這邊感應出來的磁場也很大 突然的 就兩個之間的排斥 使得這個金屬環 受到很強的排斥力 向上的力量 使得它 會往上衝出 所以這是一個 像是一個射擊一樣的一個 金屬環 這裡頭呢 全部都是用到了法拉第定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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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